木料花园创意超前 Hello大家好 我是记得 今天教大家做一个特别一点的 就是通过用这个方形的料 来教大家做一个这个猫咪 这个材料的话 以后陆续我会出一些 根据这个材料定制的这个教程 这个属于里面最复杂的一个 我先把最复杂的讲 以后陆续会出一些简单的 然后这个是我打的一个草稿 然后这个草稿打完之后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猫的尾巴 它这个空间不够了 所以会显得特别短了 所以我在后来又打了一个草稿 就这个 这个我就造型我就比较满意 因为它这个尾巴比较长 这是一个生懒腰的猫的这个形状 趴在一个 这个我是准备做一个 那个中式的那个柜子 然后大家其实也可以发挥自己想象力 比方说下面画上这个窗子呀 对吧 电视呀 或者是任何有意思的东西 房顶的屋顶的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 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平面的 这个造型的话 它基本上是一个平的 所以我会教大家画出这个侧面的这个图 画出来之后 大家就是花时间把它雕刻出来就行了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啊 雕刻出来之后用这个沙子把它打磨 因为这个造型非常适合用沙子打磨 好 然后我来教大家画这个辅助线呢 画这个线之前有一个细节啊 就是你看这个木头上 它是有纹路的 它是有这个纵向的纹路 我们要这样画 在这个木头纵向的时候这样画 如果它是横过来看到没有 它这个纹路这样的这个是错误的 如果是这样 然后你画它是这样 它是正确的 你看这个 它这个纹路是纵向的对吧 这个是正确的 这个纹路纵向的也是正确的 因为如果你是这样侧面的 它这个尾巴这些细节啊 就是很脆弱这个位置 它是容易断裂的 如果你是纵向的纹路就没有问题 这个是教大家看这个纹路啊 起稿的时候 好 首先看一下 这个是10厘米乘以10厘米的 我是用的 这个猫会用到的是4厘米的这个空间 纵向的看到没有 纹路纵向啊 所以我会 4厘米 下面的6厘米就是猫趴在的那个空间 大家就可以自由发挥了以后 对吧 4厘米 4厘米 然后我是会在2厘米的位置打一个点 然后又是2.5厘米的位置打一个点 我会先把辅助线都画上去 然后最后把尺寸标上来 然后是从这个前面4厘米的位置打一个点 好 看到 看到4厘米 中间这个是2.5厘米 2厘米 2厘米 2.54厘米 这样的 然后这个2.5厘米的位置 前面这个点 往上画一个虚线 这个就是猫的这个臀部 这个就是猫的这个臀部拱起的那个位置 顶点 这个底线0.5 这个是脚爪的这个厚度 0.5厘米 然后从这个拱起的这个点 画这个半圆 画一个半圆 从这个0.5这个点连接这个线 是一个弧线 就是这个猫趴着这个弧线 然后头部的位置怎么确定呢 首先是从这个点 2厘米的位置 2厘米 然后从这个2厘米的这个点 再往后画 1.5厘米 1.5厘米 这个1.5厘米 这个上面 就画一个这个 先别慌 这个上面画一个这个半圆 差不多是个半圆 可大可小 然后从这个中间 差不多中间的位置 画它一个耳朵 这个就是猫的耳朵的位置 然后从耳朵后面到这个中间 它这个头和这个背 其实上是一个弧线连接的 画一个弧线 这个猫的这个侧面的曲线就出来了 我把这个线可以强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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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平行的这种平行的这种半圆过来 这样过来 对吧 好 再到这个尾巴 这个尾巴的话可以选择这个4厘米的一半 两厘米的位置打一个点 也就是正中间的 拉一个水平线过来 两厘米 然后是这个的 两厘米下面 看到没有 这就是一开始画的辅属线 也打一个虚线 然后这个尾巴就准备画了 这个是选择这个下面的二分之一的位置 下面这个线段 从这个上面延续下来 然后到这一边 不需要到头 因为它这个尾巴还是有这个厚度的 这样上来 然后保持一个厚度 这个就是它的尾巴 腿这里就很简单 从这个尾巴和这个相接的位置 香蕉的位置 然后前面画一个弧线 这个差不多就是一厘米 它这个角的这个长度 应该是一厘米 看到没有 很准的 这个就是一厘米 就是这样 然后它这个侧面的弧线就完成了 其实你把那个 对吧 最后的一些位置 边缘线强化一下就可以了 它这个侧面的这个形就完成了 然后你就是打上这个阴影 完全打上阴影 把这个不需要的位置把它去除掉 我是完全是用刀干的 你们可以用这个曲线锯 如果用曲线锯的话 就不会掉的这么坑坑洼洼的 它就会很平顺 过度的很平顺 因为我是用刀啃的 你看得出来啊 所以它完全毛毛操操的 所以最后我会用这个砂纸把它打磨一下 包括最后这个腿 这个位置 对吧 画一个弧线过来 这个就是最后的一个侧面图 下面就是大家自由发挥创意的 我是画了一个柜子嘛 你可以不画柜子 也可以我把这个柜子也教大家画吧 这个柜子就是 我感觉没多少人会做这个柜子 因为这个柜子有点麻烦 就是一厘米的区域 打个点 然后这个柜子是 柜角 两厘米吧 1cm 这个高度是2cm 对吧 然后画这个很中式的这个拱角 就是1分之1的位置 0.5对吧 上面就是1厘米 这边竖起来也是0.5 我就直接画了 反正就这么个意思 这个就是柜子下面这个角 这边也是的 选择一半的位置 0.5 然后上射其实才是一个重头啊 如果你用曲线锯把这个型撈下来之后 就可以去上射了 然后我来演示一下 这个是用沙子打磨吧 用沙子打磨实际上是一个我比较推荐的方法 我用的是这个手边正好是240目的吧 我就用这个240目吧 就是这个 用的这个德国的勇士沙子 它是个干湿 干湿两用的 你把它打湿了用也可以 干用也可以 侧面雕出来之后 实际上就是除了把这个猫头削圆嘛 对吧 然后就是这个身体实际上 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这个侧面 你把这个侧面的弧线 搞出来之后 就是掌握了它的精髓 然后就是漫长的打磨过程 用这个沙子把它完全打磨一下 下面就不用打磨了 把这个猫 打磨得圆润一点 然后上射 你可以是猫可以是正反上射啊 但这个柜子 我觉得你也可以只上一面 因为你最后把它作为一个摆设的话 这样放的是没有问题的 或者是你是做这种底的话 直接上射 做一个摆设没有问题 它是可以站得住的 或者你可以把后面 按这个磁体 把它做一个冰箱贴 超大冰箱贴 也没有问题 基本上是跟大家讲的一个思路 你打磨好之后 就是花这个大量的时间去上射 因为上射的这个工作量是有点大的 你觉得打磨得差不多了 就是这个过度的还看不出来什么这种雕刻的痕迹了 你觉得行 然后就可以去上射了 好吧 我看到了 我看过去 没问题 我看过去 你看过去 看看 我来看不出来 我来看不出来 用这个过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